今天给孩子做了小米红枣糕 松软香甜 感兴趣的朋友一起来看一下吧 准备几颗红枣 用清水抓洗干净 洗好之后擦干水分 将红枣的盒给去掉 然后剪成小粒 准备70克的小米 30克的糯米 倒进料理机里面 选择骨粉键 多打两遍 打成细腻的米粉 倒进碗中 往里面加入50克的清水 或者是牛奶 加入20克的玉米油 搅拌混合均匀 捏出一个大碗 无水无油 往里面打入3克鸡蛋 把蛋黄给分离出来 蛋黄放进米粉里面 搅拌混合均匀 再加入红枣粒 红枣可以留下一点 搅拌混合均匀 再往蛋清里面加入60克的白糖 加入几滴柠檬汁 用打蛋器先低速搅散 然后高速打发 打发至蛋盆里面出现生的纹路 提起打蛋器能够带出这种旺旺的小尖角 分一勺蛋白进蛋黄糊里面 翻拌均匀 拌匀 拌匀之后 再把蛋黄糊倒进蛋白里面 接着给它翻拌均匀 拌成细腻的米糊 取一个大碗刷上一层薄油 把剩下的红枣碎给撒进来 再倒入蛋糊 摇几下 蒸掉里面的气泡 盖上保鲜膜 放进蒸锅里面 蒸50分钟 关火之后 就可以把它取出来了 取掉保鲜膜 这样我们的小米糕就做好了 微微放凉之后 按压边缘 然后刀扣过来 看这个颜值是不是非常的高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这样做好的小米糕非常的松软 用刀将它切成小块 小米糕的内部组织 看一下非常的细腻 红枣真的软绵绵的 口感真的是非常的棒 因为是粗凉 吃起来也非常的有营养 感兴趣的朋友 赶紧的试一下吧 感谢你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为我点个赞 关注我 解锁更多美食 我是阿宇 拜拜 by bwd6 by bwd6